各位好 我是胡婉玲 欢迎收看台湾演艺节目 四年一度的奥运会是全球最崇高 竞争最激烈的赛会 台湾参加奥运已经有跨世纪的历史 但是论身材 体格 绝对比不上人高马大的欧美非人士 使得过去的得奖记录并不多 尤其是田径项目的奖牌 更是屈指可数 所以每一次的得奖 毕竟是举国欢腾 全民喝彩 当年杨川广 纪正成为民族英雄 而后来的跆拳道陈诗星 朱木炎等 则跃居新世代偶像 尤其是棒球 更是摩拳插掌跃跃欲试 台湾的得奖机会到底在哪里呢 我们先来回顾跨世纪的奥运历史 奥林匹克运动会 起源于西元前776年 希腊的宗教活动 人们为了在众神面前 展现强健的体魄 在祭祀天神宗斯的圣地 奥林匹亚举办运动比赛 起初项目只有一个 就是赛跑 冠军可以得到 橄榄变制的桂冠 而比赛期间 各城邦必须停止战争 在竞争的过程里头 这个服装 通通不准穿衣服 所以没有女性观众 全部是男性女人 在这样的一个要求下 把战争慢慢平息了 那这样的一个活动 也维持了一千年 每四年办一次 但是到了西元394年 占领希腊的 罗马帝国国王迪奥多西 宣布废止古奥运会 就这样终止了 一千四百多年 直到1894年 法国教育家 和历史学家古伯坦 因普法战争的失败 体认教育必须重视体育 建议仿效希腊古奥运 邀请各国 共同举办运动会 在1896年 在希腊的雅典 办第一次的近代奥运会 古奥坦 我们现在称呼他 是近代奥运之父 据台湾参加奥运记录 开始于日治时期 台中人张兴贤 台中高商毕业后 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 因田径成绩优异 获选代表日本 进驻1932年 洛杉矶奥运 400公尺跨篮 晋级赴赛时被淘汰 当年统治中国的中华民国 也首度派员参加 张兴贤出场时间 已来自大连的 百公尺田径选手 刘长春 还要早40分钟 成为台湾的第一人 也是汉民族 登上奥运舞台的第一位 国民政府签台后 1952年的赫尔辛基奥运 出现两个中国奥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 首度取得参赛资格 但是台湾以汉贼 不两立的立场 没有参加 直到1956年 才首次派对 参加澳洲墨尔本奥运 国际奥会要求台湾 以福尔摩沙中国队参赛 有别于毛泽东政权的 北京中国队 但这一次 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 坚持台北不出 北京不入 中共拒绝参赛 台湾当时只有五个项目 达到参赛标准 分别是篮球 田径 举重 拳击 和射击 这一批参加墨尔本奥运的台湾选手 大部分是跟着国民党 从中国迁移来的 身高190公分的王毅均 是个标准山东大汉 也是投篮的神射手 那个时候才经过选出来以后 但是很高兴 也是很容易的事情 当时那个时候 也没有觉得有什么了不起 也没有觉得什么危大 也没有觉得做什么事情 反正被动 上面要我们做什么 做什么 是现在讲起来 为国家做了很多事情 以前反正就打击 要我们去哪里 我们就去哪里 结果篮球成绩不佳 只拿到第十一名 另外四个项目 也没拿到前三名 唯有田径十项运动新秀 台东阿美族原住民洋传广 首度参加奥运 获得第八名 展露头角 1958年洋传广二度获得 亚运十项运动金牌 亚洲铁人封号正天响 也燃起众人 对他征服世界的期待 当年的田径协会主任委员 关宋生 更个人资助 送洋传广到美国培训 准备进军世界奥运 当时的我们的记录 记录好 跟现在记录不能比 因为技材方面好 运动场方面 跑道都不一样 洋传广被评估 有机会在1960年 罗马奥运夺下奖牌 但台湾是否参赛 又因为名称问题 出现疑虑 国际奥会针对中国问题 作出决议 认为位在台湾的 中国奥会 应管辖位极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不能继续使用 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名称 但同意改成 中华奥林匹克委员会 而且必须以台湾名义参赛 最后我国虽然决定参加 但是为表达抗议 代表团在开幕典礼 持Under Protest 白布条进场 在那个时空的时候 国内不接受用台湾 可是又不能够不去参加 因为不参加洋传广 夺标的机会就没有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代表团去了 可是当初研商的一个做法 就是在到场一周的时候 代表团到了司令台前面 身上拿了一个白布条 就是Under Protest 就是在抗议下来参加 所以当时那也是一个 历史性的一个镜头 很少有在奥运会上 在这个场合当中表达抗议 历经名称的争议 杨传广终于顺利在1960年 罗马奥运出赛 1960年罗马奥运 27岁的亚洲铁人杨传广 是十项运动的夺冠热门 最大对手是他在美国UCLA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同学强生 亚传广和强生实力接近 比赛非常激烈 前两项100公尺和跳远 洋传广取得领先优势 但是第三项千球 强生取得大幅度超前 因为下雨 跳高和400公尺 延到晚上进行 洋传广虽然都赢过强生 但是因为千球落后太多 第一天五项结束 总分落后强生 占据第二 第二天 洋传广在百十公尺跨栏 和撑杆跳赢过强生 但力量十足的强生 靠着铁饼和标枪项目 继续维持领先 两人必须在最后一项 一千五百公尺 一决胜负 洋传广虽然一直保持领先 但强生始终紧跟在后 跑出他生涯最好的 一千五百公尺成绩 冲陷后累得 坍靠在洋传广身上 最后强生以八千三百九十二分 赢得金牌 洋传广八千三百三十四分 获得银牌 这是台湾奥运史上 第一面奖牌 在台湾奥运史上 最后千五百公尺 最后千六百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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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千五百公尺 最后一千一千七百公尺 最后千六百公尺 还有一千八公尺 iets准确 内奥运史上 这一千八公尺 对流运史上 中国的阻传 所以三百公尺 他们成为第一万公尺 我 英偉沙是第二名 四項運動它有七項超過江省 三項落後 三項落後就是敗在我們的體型 體力這上面 身材這些 外國人的體力 體型 鮮甜的優勢 這三項是什麼 全球 鐵平 標槍 都是止步運動 在那個時候經濟不是很飛越的時候 然後能夠讓我們國人真的 全國都能夠歡腾的事情 其實真的是不多 真的是不多 所以楊大哥的這一塊銀牌 我想這是舉國歡腾 被詩人一致尊崇的亞洲鐵人楊川廣 高舉著國旗 首先步出機門 接受熱烈的歡迎 今天 鐵人成為全國同胞 所讚美的英雄人物 因為他為國人揚眉吐氣 為國家第一次寫下了輝煌的紀錄 楊川廣回國後 在台北盛大遊行 受到熱烈歡迎 鎖精之處萬人空巷 征服他的英雄風采 總統也親自召見表揚 日理萬機的蔣總統抗力 對他的子弟為國家爭得了光榮 特別約妻召見 當面予以勉勵 對楊川廣的奮鬥進取的精神 連聲讚好 那時候總統現在相當高興 也到總統府看他照相 總統那個時候滿高興 我現在道歉 總統很抱歉 我沒有拿到第一名 我說沒有關係 下一次還有 1964年東京奧運 聖火傳遞在9月 經由英屬香港來到台北市 由台北體專等四所學校 21位體育系男同學 擔任傳遞工作 是史上第一次奧運聖火 進入台灣 之後再傳遞到日本琉球 身高一定在176到180 體重還不準超過70公斤 代表國家擔任這個傳遞員 也是我非常高興的一件事情 人潮非常的 大家對這個體育的愛好 真是讓我非常的感動 這一年奧運我國持續冠上台灣民意參賽 開幕典禮進場時 名稱寫著英文台灣 在大會公報和文件以及計分板上 也是台灣為名 這屆比賽前一年 楊川廣已經在美國打破十項運動的世界紀錄 成為史上第一個破九千分大關的選手 加上勁敵強生已經退休 讓國人寄望他能捧回金牌 但是比賽前三天 楊川廣卻開始身體不舒服 開始流鼻水了 我以為得到流行性感冒 後來那天 我兩天再躺下來 我說乾脆休息好了 請那個時候江淳也來看 後來我們也跑到那個醫院 看醫院看血壓看熬龍號 他說沒有啊 你沒有感冒啊 楊川廣身體出狀況影響到表現 加上實際運動計分方式改變 最後只獲得第五名 他探討失利的原因之一 懷疑是曾經喝的飲料裡被人動了手腳 那回想的話 有一個人喔 姓馬 馬青山啊 那個時候啊 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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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快比賽啦快比賽啦 你們加油啊加油啊 為我們國家鄭光榮啊 帶很多那個飲料啊 那一天我喝了之後他去土共啊 有人下油有什麼東西 這個我沒有辦法根據去查這件事情 這個只是傳說 因為在東京的傳說很多 這麼樣子下油 這個油這麼下巴 是其他馬屁快在推步 推不到什麼樣子 但是他還能跑啊 倒是這麼樣 到一個這麼程度我也不知道 楊傳廣1964年的奧運未能奪金 成為他最大的遺憾 但是他的成功也帶動台灣對體育的重視 政府開始計畫性栽培潛力運動員 亞洲鐵人楊傳廣在1960年奧運奪贏 可惜1964年奪金夢碎 壯志未仇 接著飛躍的羚羊記政 1968年又在奧運摘下銅牌 為國爭光 但是兩岸在國際間的外交角力 也延伸到了體育事務 台灣和中國在國際奧會爭奪正統地位 一度影響了選手參賽權益 從1960到1968連續三屆 我們是以台灣的名義參加奧運 1976年在因為名稱的爭議 台灣不惜退賽 直到1984年才以中華台北名稱重返奧運 而這一年棒球項目首度列入奧運的示範賽 台灣獲得了銅牌 加上舉重蔡溫義也奪銅 台灣在不受體型限制的項目上 找到了奪牌的機會 台灣大會 皆有資格的顧面 發展年齡 正式展開 18歲的紀政 是最受注意的一位 朔長的身材 是他雄厚的本錢 1962年台灣省運會 來自新竹18歲的紀政 在田徑場上 女子100公尺 200公尺 80公尺跨欄 跳高和跳遠 五個項目 拿下三金兩銀 優異的成績 讓他成為 被重點栽培的 潛力欣欣 隔年他繼亞洲鐵人 洋傳廣之後 是第二位 被送到美國訓練的選手 我是1963年的2月 被准許到美國 去練習去讀書的 當我從當年的 國際機場 也就是松山機場 搭上這個飛機 離開台北的時候 那我知道 我的責任是什麼 我的責任就是 我必須要步鐵人 洋傳廣 洋大哥的後塵 一定要在奧運會 獲得獎牌 那這樣的一個責任 這樣一個擔子 從我搭上飛機的那個時刻 我永遠記住 我永遠記住 所以當我沒有得到的時候 他一直就是我的一個債 我絕對我絕對他們的關係 我絕對我絕對 我絕對我的責任 經過五年的訓練 和比賽 基正實力精進 在國際田徑場上 屢創家機 德國媒體稱它是 黃色閃電 日本人给他飞越的羚羊封号 1968年墨西哥奥运 我国连续第三届冠上台湾名称参加 24岁的季政在80公尺伊兰项目 以10秒40破奥运记录 街围之差获得铜牌 成为第一位在奥运夺牌的台湾女子选手 最后拿那个电源发表的成绩出来 成绩是一样的 只是差一点点闯现的地方 英国的讲乱法就是差一个彼此怎么少的距离 冲过这个终点 当我知道我真的拿了奖牌 虽然不是我满意的奖牌 但是那个担子整个那种 那种那个如释重负的 然后无债一声轻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好 非常非常好 接着由六辆警卫车前倒 浩浩荡荡地指出机场 现在中泰宾馆接受献花 这位来自台湾的女孩 在奥运会当中成就斐燃 对国内推动田舰运动不一余力 如果不是她当年的坚持和努力 也就没有今天的亚洲羚羊的情况 季政成为季洋传广之后 第二位在奥运夺牌的选手 为国争光的表现 在台湾外交处在困境的年代 振奋明心士气 成为全民偶像 1968年奥运结束之后 国际奥会投票通过 恢复我国以中华民国名义 参加1972年慕尼黑奥运 不过到了1976年蒙特罗奥运 已经和中国建交的加拿大 以一个中国原则 要求我国代表团 以台湾名义参赛 否则拒绝发给选手入境签证 国际奥会也支持加拿大的要求 导致我国政府因此决定 退出奥运比赛 我们整个代表团 大批人马 浩浩荡荡的 就是到达洛杉矶 然后到达洛杉矶的时候 就等待加拿大的政府 针对我们的齐哥民的问题 做一个最后的决定 一个处理 那结果他们处理的结果呢 我觉得他们还是欺负 在中共的压力之下 就结果我们最后只好从 整个代表团 就从洛杉矶呢 然后就达到回国 回到台湾 就是我们就没有参加比赛了 接续而来的是延宕多年 则重多次的国际谈判 1979年 明古屋决议 确认中国北京在奥会的地位 1980年 国际奥会修改宪章 让参与会员扩级于 主权国家以外的地区为单位 以避免争议 1981年国际奥会 与台湾签订 洛杉协议 从此台湾以 中华台北奥林匹克名称 参与奥运 1980年 国际奥会修改它的宪章 以后国家参加奥运会 是以国家奥会的名义 国家奥会的会期和会责来参加 所以我们如果使用 Chinese Taipei这样的名称 事实上改变的是 国家奥会的会名 跟会期和会责 没有改变国家的名称 所以当时的政府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 时空的背景之下 认为这样的一个改变 尚不损及国家的尊严 所以我们在1981年 就跟国际奥会签订了协议 用Chinese Taipei的名称 来参加奥运会 就这样从1984年洛杉矶奥运开始 台湾奥会以中华台北名义参赛 会期则采用梅花标志 融合国徽以及奥运五色环 独树一致 至于会歌则从国歌 退而求其次 改为我们的国旗歌 这届奥运举重选手蔡温义 在男子60公斤级 已抓举125公斤 停举147.5公斤 总和272.5公斤的成绩 拿下铜牌 是台湾重返奥运的 第一面奖牌 成功地提起来 147.5公斤 我在去的时候 刚才赶到 中华台北队的时候 跟美国在拍 然后所有媒体 一些记者 中华台北队的团队都去看房屋 我就去比赛 然后我回来比赛 记者会也知道 也去研究研究 还经过坐了五十分的马仕 回到山丘村 我就一百块就拿着 走走走走走去 去洗衣服 说你们是拿着什么 我就坐牌了 在外界事先并不看好的情况下 蔡温义以黑马之姿 一举夺同 这也是既洋传广 既正之后 台湾在奥运史上 第三面奖牌 1984年洛杉矶奥运 将棒球首度列入示范赛 为台湾开启 另一扇奪奖契机 因为台湾70年代 三级棒球 拿下世界三冠王的精英球员 包括墙头 波泰元 庄胜球 强棒赵世强 李居民等 陆续进入城棒 表现有声有色 国人对台湾棒球进军奥运 更寄予厚望 果然分阻预赛 台湾以两胜一副战机 顺利晋级 可惜在四强赛以1比2 一分之差输给日本 导致与金牌绝缘 当时没能发挥最佳战力的 第四棒赵世强 回忆这场比赛 感到惋惜 当时在三个月 集训 在美国集训的时候 那时候我的状况相当的好 大概打了 三十几支全力打 我们输球 像输美国 输日本 都是一分 如果我状况好的话 我想那一次的机会 真的很有机会拿到冠军了 那蛮可惜的 与金牌无援 但凭实力抢铜牌 还是有机会 台湾的对手是韩国队 各位观众 现在在Darger Stadium 来介绍中华奥运 棒球代表队 出战韩国队 争夺第三名的比赛实况 这本是1984年了 奥运 这个是我的纪录部 84年这个 同白战对韩国 先发投手就是 这个 这个 庄胜雄 庄胜雄投到第十局了 到第十一局的时候 被安打 然后这个 一个 牺牲短打 马上换那个杜福明 哇 杜福明一上来就三千对方 靠着庄胜雄和杜福明 联手玩风 比赛以0比0 一路胶着打到延长赛 十四局 中华队终于得分 好球 这一棒打得漂亮 林华伟一个 中间外野的平非安打 跑回来李志俊打开了记录 十三局里面在积分牌上 一共有26个鸭蛋 在这个时候被 林华伟的一棒 波云见日 中华队首先得分 一比零 领先韩国队 接下来有杨青龙打击 杨青龙 乘胜追击 用了一挥有传雷打的意思 已经到左外野 越过了全雷打墙 将近400英尺的一支 漂亮的全雷打 又得两分 中华队3比0 领先韩国 几乎一整年 差不多最起码 差不多八九个月 都是在积蓄 那时候球队 为了那时候的比赛 应该几乎都每天 在积蓄比较多 在八四年之前 差不多两三年 几乎都是整队都在一起 所以那时候球队的民居 选手他们民在一起的 那个民居是相当好 相处很久 当然默契最好 各方面的选手 这些方面的特性 包括那速度 然后传球能力的话 我们都了解了 那我们不是顶尖的 就是 但是我们已经达到就是一个 一个团体最重要的默契了 得来不易的奥运铜牌 台湾棒球确立世界五强地位 但四年后 前进1988年汉城奥运 却因集训 比赛形成太过密集 球队状况 调整不理想 预赛就三战全败 遭到淘汰 球员很长期的在国家队 在做训 那后来又到美国集训 到意大利去打世界杯 那当时 就是选手 老实讲是打完以后是有一些 思乡 就是说想家 身体的疲累 事实上是还好 是还好 因为大家都很年轻嘛 但是那一种心态上的疲惫 可能会多于 身体上的疲惫了 整个教练团可能忽略掉 他因为世界杯跟整个奥运太接近 整个球队的战绩的这个战力的高峰 调到世界杯 虽然我们世界杯拿到第三名 但接着下来 整个调整就 就不是那么理想 那当时荷兰队其实 整个战力 并不是说很好 但我们居然在奥运也输给荷兰队 三年败 我想这个是 呃 当时是说 兵败汉城 棒球队意外遭滑铁炉 但仍是台湾强项 加上1988年奥运首度列入示范项目的 跆拳道 台湾表现大棒溢彩 此后竞赛培训重点 也转向适合国人体型的竞技运动 举重 棒球 跆拳道 陆续开启台湾夺牌的新路径 奥运从1980年代起 陆续增加了新的比赛项目 包括棒球 跆拳道 女子举重 刚好都是台湾扎根已久的强项 因此在那个年代 成为我们夺牌重点 跆拳道1988年起成为示范项目 台湾连续两届拿下五金四铜 其中陈一安更是双金入带 棒球则是在1992年成为正式项目 台湾棒球队经过长期的培训 加上成功的选才策略 两度在郭李健夫先发主头之下 击败日本 夺下银牌 至于女子举重 则在2000年列入正式项目 台湾两人参赛 囊挂了一银一桶 也是成果丰硕 则在匀 迎售 1988年汉城奥运 首度把起源于朝鲜半岛 被韩国人称为国际的跆拳道 列入示范项目 台湾在踩重量分级 适合东方人的跆拳道运动 经营已久 培育不少人才 年级十五岁 身高就长到175公分的陈一安 但女子47公斤级 扮演黑马 夺得金牌 虽是非正式项目 但这是台湾在奥运史上 第一次站上冠军的颁奖台 就觉得很开心 可是我其实并不知道 原来这一面奖牌 它的历史的意义 或是说它打给大家的那种感动 其实我当下并不知道 对 只是很兴奋很微就赢了这样子 打败其他的选手 然后金牌这样 3 1 1988年汉城奥运 台湾在跆拳道拿下两金两桶 1992年八载龙纳奥运 跆拳道仍列入示范项目 台湾又获得三金两桶 其中陈宜安连两届获得金牌 虽然奖牌不列入正式计算 但跆拳道还是满足国人 对奥运夺牌的期待 1992年的时候 心态上比较不一样 因为各国的选手 大家也开始了解 了解我的打法 彼此都熟悉 然后再加上 我觉得我有身负重任的感觉 所以其实就 就跟88年不太一样 这样子 1992年奥运 更令台湾振奋的是 棒球项目 1988年预赛 及遭到淘汰的失败 让台湾棒球学到经验 棒球队要在国际锦标赛 打出成绩 除了实力 团队默契的培养 临场状况的调整 都是重点 棒鞋以92年奥运为目标 培训新一代球员 尤其是日韩 还未摸透的心头手 我高中毕业的时候 也是就是 刚好入选那一年 1988年的汉城奥运 那然后就是 本来想说那一年结束 要到日本去发展 那后来就是 就是那个 棒球协会理事长 唐范范先生 他是把我留下来 就是准备打四年后的 92年的那个 巴塞隆纳的奥运 1992年西班牙八赛 龙纳奥运 棒球终于列为正式比赛 台湾卷土重来 棒鞋拉长培训时间 并留住王牌投手 郭里建夫等策略 果然奏效 预赛对日本关键之意 郭里建夫演出玩风 好球三阵出局 结果这名打者 竟然把棒子摔在地上 他们队的第六棒的西正文 个人是表现了 百分之百的打击力 无限接到以后 快转一垒 接杀出局 结束了这场的比赛 要恭喜中华队 相信全国的观众 这一刻都兴奋不已 台湾打进准决赛 再度遭遇日本 郭里建夫又一夫当关 拿下玩头胜 中华队赌定至少获得银牌 郭里建夫独撑18局 投了304球 成为中华队连赢日本两场的 制胜关键 赛后他形容 背道感觉不到右手臂的存在 我几乎都是投这颗紫叉球 我这颗紫叉球 我自己知道大概在130公里 那所以我自己又练了一个 这边的这个紫叉球 这个落差大概在110到115 大概差了15公里的紫叉球 你可能还记得 我也有一颗球投到后面 对对对 因为我起来的时候 我没有抓好 所以滑掉所以投到上面 那时候是 这个球那时候投的都蛮高的 所以我就换这颗球 那搭配我那时候的球数 大概是145到150之间 所以就不好打 廖民雄打击 这帮打击 这帮打击出去又是很高 又是越晚越的方向 出去了 这可能是不是全力打 全力打 廖民雄太棒了 在第五局里面 一块投手以后 立刻又打了一个阳春全力打 我的关键是在 2比2的时候平手的时候 我打一只 那个阳春全力打嘛 就变成胜利打点的全力打 觉得日本人就太过自信了 如果以一个投手来讲的话 良好球没有坏球 他其实他应该是 再骗一颗球 或骗两颗球都没关系 但是我就觉得他 他非常有自信 他认为说他的球 也接近150公里 然后外脚球又准 然后有一点四分之三的一个丢法 那我其实我要打的时候 我稍微 转过来的时候 我有稍微瞄到 捕手往外面 往外面站出去 那我心里我就有个准备说 那应该又是外脚球过来 大战日本两场之后 巴塞隆纳奥运金牌战 台湾对决古巴 虽然以1比11败下阵来 但获得亚军摘下银牌 已经是台湾棒球史上 最骄傲的巅峰时刻 放球成为正式项目后 台日韩三国 为竞争亚洲仅有的两席代表权 更是胶着激战 1996年和2000年 连续两届奥运资格赛 台湾都以些微差距 败给日本韩国 丧失参赛权 这些业余的选手当中 没有长时间的训练 或者他训练成为培训队之后 他可能一年两年之后 他马上就进入职棒了 就产生了所谓的断层 所以也使得 我们参加96年 参加2000年学历奥运 我想在亚洲山都输掉 1996和2000年 奥运棒球缺席 台湾在奥运夺牌的表现 一度集中在 移籍台湾的中国选手身上 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 陈靖为台湾夺得 桌球女子单打银牌 2000年雪梨奥运 陈靖再拿下一面铜牌 另外从2000年开始 成为正式项目的女子举重 台湾也深耕多年 从中国驾过来的黎峰英 在53公斤级 一出赛就计精全场 黎峰英抓举98公斤 打破世界纪录 加上停举115公斤 以223公斤的总和成绩 拿下银牌 女士和先生 这位纪录音师 从中国台北 跟世界纪录音师 在纪录音师 李菲仪 我来到这块银牌 我想说两个应该都感到很高兴 那我现在也是拿中华民国的护照 那出国比赛也是代表中华民国 那身上的国旗也是中华民国 两天后轮到75公斤级登场 来自屏东的郭义涵 临场表现也非常精彩 我感觉比赛一个动感的音乐下去 我觉得我会很兴奋 但是不会紧张 属于比赛型的郭义涵 成功抓举107.5公斤 可惜停举140公斤失败 最后总和245公斤 和其他两位选手并列第一 但他的体重最重 无缘摘金 只能屈居铜牌 还没比赛之前 你完全没有想到说 你自己会得牌 所以当得牌当下 那种心情真的 不知道要怎么去形容 然后又发现自己又是输体重 就这样 屈屈也是的 不过感觉 后来想一想也还好 因为至少说 还有鱼块牌 并不是说我们疏忽 因为我们了解这个选手 他的肌力不是很好 他的肌力 他的肌力不是太好 所以说你如果今天让他多降一公斤 可能比那两个选手更近 但是鱼的重量相对要输五公斤 你输五公斤 你根本也是不可能 不得输到他第四名第五名 对啊 我们也是觉得 他说我保持他最好的状况 就会比他呢 只有两位选手参加的女子举重 奪牌率百分之百 成果丰硕 同样在两千年雪梨奥运 首次成为正式项目的跆拳道 则因为有更多国家 认真投入培训选手 竞争越来越激烈 我们非常恭喜黄志雄 再为中华队天的一面同牌 台湾面临强烈挑战 这一届只有黄志雄 占男子五十八公斤级 技术如占女子四十九公斤级 各拿到一面同牌 记得我在两千年的时候 我们是有点是单打独斗 我们虽然四个选手出赛 但是呢 四个选手是分成四个方向去努力 各自的教练带自己的选手 到哪一个国家去一地训练 哪一个国家去比赛 就是说大家没有一个team的感觉 只有你做你的 我做我的 那最后比赛我们再聚在一起 就是说没有一个向心力 奥运的过程当中 让青年的选手去体验 体验比赛场就像个人生 所有的现象在比赛场都可以看到 有光人的一面 有这个胜利的一面 也有失败灰暗的一面 可是呢 每个选手都必须去面对胜利或者失败 胜利值得喜悦 失败也可以汲取经验 跆拳道虽然在2000年奥运成绩不如预期 但长期厚值的实力 加上重新拟定比赛策略 终于在2004年雅铁奥运开花结果 为台湾夺下奥运史上第一金 有关台湾参加奥运直到2000年的历史呢 就为您介绍到这里 2004年起的奥运历史 我们将另外制作终极为您报道 那么谢谢您的收看 我是胡婉玲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